這件事情應該在主地還要整個他在企劃、在開發的時候 要把它把這東西移清 那搞到最後,畫下去了,把主地分給我們之後 它卡路上這種輸出的文件 我會覺得,老命又傷載 整個開發到現在已經延遲了多少 現在又來到這一套 那你就叫我們這些組要怎麼辦 這個要因就以何為是呢 下一位是何志成先生 謝謝 各位長官說,我會戴藥 那我們這幾台,那個水瓶科的優勢開發已經超過20年 那當初這些建物已經... 人家實際存在這麼久的話 它就應該這個時間點才去出來 那我剛剛那個提案有提到說 這個土地在實際上按照這個地分配的時候 在選地的時候 它是應該現在這個時間點就應該交給我們 市政府已經連動也讓我們分享民眾的決定 另外一個喔,這個方式看起來就是一般的 鄉下的那個紅毛衣嘛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這個我想說今天請了相關的地主 只有在那個建物的上面的地理 可是這個土地未來它要建高 所有的地主都會影響 光潛力也大,是所有的地主都會影響 並不是只有我們區 那些建物所在的地會影響而已 所以希望各位我們可以考量一下,謝謝 下一位魏榮志先生 魏先生 那下一位魏滿崇先生 魏先生 那下一位沈信蘭小姐 蔡振先生 那下一位魏在這裏魏 蔡振先生 這個權利是用什麼方式來遷移到合適的地方 來保留文化的資產 希望政府這方面能夠處理 大家政府還是文化資產還是地土的權利 這個都是不能夠說政府一定要做到的 這個異地建議是如果有的必要要文化資產保留住 就來異地的遷移 謝謝各位 最後一位是林燈水先生的代表人林薛小姐 不好意思請給我開箱然後給我檢訪 然後我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有來的人是 我先照顧你形象不錯的假家人 然後是林光雄先生 然後八形象不錯的家人是林秀日小姐 然後他們他是二房 然後他們家一個大房是郭根夫國先生 然後還有我們就是其他的周媚賞親 那我從這一頁大概開始介紹一下就是這幾個 因為我們提的其實雖然子凍鵡鵡是被分開裂 然後各自跑來文資價值 但是子凍其實就是一個家 然後一個公子 所以我們也是不能把他們併練在這裡 然後去討論他們各自的意義 那林家這個這兩家很特別 他們從中國來的時候在過去在中國是親戚 所以來了之後從選地開始他們就選在旁邊 那後來又一個各自財力不同 又在了就是形式不同的主座 然後八形象這個家 他們算是一個非常大的家族 所以在我們現在看到的 除了大房右邊 二房左邊 然後到後面全部都是他們的後代 這個家族有八十幾個人 然後後面其實是各自影診 整個手改頭編鎖 但是殘疾其實都還在家裡面也看得到 那五十一項剛才有講過 他的這個性質度 所以我這也不在底 今後下一頁 好 那這邊我會先檢視一下 我們想到的異地方案可以怎麼從 就是不影響地主配地的審議來去進行 那現在這幾個家族的人呢 其實全部都搬到了這個區塊 好就是黃色區塊的端住宅 是高層樓結合住宅 然後呢文教區就在這裡 這個文教區我們看其實有四眼八公頃 那公園其實有大概三公頃 就是綠色的公園 那聚墓其實這一塊都是中美聚墓 聚墓才也有很多人 所以呢原地方案呢 因為它涉及到選配後的主地 可能要進行協商 變數比較大 那也可能會比較大 實際上的多元 因此我們接下來 今天來提的其實是一個議題方案 議題方案在機關用地先填土整地 我們以文教區來選 那文教區先填土整地 補錯以四公有地 那畫出0.8公頃 文教區其實四公頃 就在法律面上 那它可以畫出0.8公頃 變成特定專用資 都市計畫如果補錯生意的工程 進行其實都可以在109年12月 也就是地政局公告的 工程進入來完成 請幫我下一頁 那這些是一個三個方案的細點 然後其他可能也有解決方法是 法律特分局另外一個就是 在市政範圍外 我們先一致這些補錯 之後再重組 請幫我下一頁 抱歉我們實際已經 那請幫我再請支援看一下 謝謝 好 謝謝 然後接著由土地開發總論的報告 主席各委員大家好 接下來由開發總論的總會長 對各位委員來報告我們 有發言跟比如說是 尺寸科技園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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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科技媒體以及資訊通訊等等 先進產業會來發展這個空間 除此之外 它也是我們可能在新開發區裡面 屬於標開區的智慧生產業區 怎麼說 因為它們有 每個區會有包含 國外市在任性城市 環環規劃跟整區 封管道理及將來的制製 再生能力的利用程式 都是屬於標開區的這個 就是在影區 下一頁 目前我們 就 區位市在先見後才 問兩期開發的方式來談 目前已經完成第一期的 空空城跟中安住宅的這個興建 目前就在進行第二期的這個 這個空城的施考 對 這期的一定是在110年的6月台灣上 台灣會在整個台灣的管塞 就是計畫階段跟 工程的規劃設計的這個先例作用階段 都已經把 當時已經經過認定的這些歷史介入 跟尊重康地信仰的這個提供化的討存 所以把一些信仰東西都融入成一個 不管是空園的設計 或者是在後續的這個規劃上面 都已經有融入進來了 所以 那 古智團也針對我們 整個開發區有一些系列案史 目前經過統計大概有失誤處 這個系列案史我們也 也責定鑽居來 暫時的來推置它 也融入了後續的這個空園的這個設計理念 以及變光繞進的這個負面 那剛剛陳寗他有提到 將來整個變光繞進的路線的一些構想 將來整個繞進的路線 我們可以把這些系列案史作為一個負面 這些繞進的路線 變光繞進的一個展現 後續在 不管在公園跟學校的整個規劃設計上 可以把相關這些 形式的這些影像 以及相關歷史的這些文路的這些構建 所以我們整個開發的過程中 已經妥善的保存了這個 或者在讀計畫的階段 以及工程規劃的設計方面 以及未來學校跟工業廠 這些規劃設計上沒有實用 已經充分的妥善的處理整個公司的 整個議題跟規劃的利用 因為我們整個聚會是採用巨蛋製作的方式來開發 從這張照片來看 因為目前除了因為整個生活型態的改變 跟當地一些經濟改變的這個發展 其實在還沒有開發之前 當地這些居肉已經大部分都已經有經過 海鮮的距離路了 或者是一些賺到的這個建築 那現在經過因為開發的過程中 已經在成功典消 蘇布他們事情開始 所以整個區位的狀況已經很盡心的強 已經沒有早期那種可能的居落 或者是一個地方的特色 那未來在開發之後 我們這五出就是 五出的這些戰力股 其實會在將來我們開發後 不管是大陸的用機 或者是科技成員的用機 所以它整個因為當時沒有納入 我們先期規劃 或是在這個規劃之外 都已經融入整個規劃的裡面 所以目前再拿出來要 在整個工程級的過程中 在武士這邊要保存了之後 就已經上市了整個地域通話 這個特色 那這五出戰力股息 目前我們土地都已經重新的工具 剛剛有些地址又過來又反映到 他們的權益可能會受損 那經過我們服務的評估大概 如果再處理這些文職的相關問題 大概我們看到什麼會成績 而且會影響我們工程的這個 運氣可能大概有三年左右 那這樣會造成這個 土地受損的權益受損 也會去年四五的一些 也會遭受一些損害協償的這些問題 那此外 剛阿滴主也有 有時候的負責 也都自己還沒有負責 那時候他們也贊成了一款 可是這些補負責他們 因為我們當時的拆遷 還有專屬的這個配售 以及這些低價低的這個配售等等 就是準備 大概這補負責經理的 拆遷普通會四千塊塊 所以便宜了 對於公共成功的 這次而不的這個拆遷助財 所以基於這個 前行跟後民的這裏 事實上是有了這 這個前行跟後民的意見 謝謝 以下是我們開發商 來針對這個 統計分子的支援 這個意思的報告 謝謝 好 那以上 登記發言跟簡報都已經解釋 要進行委員的討論 為了議案進行的順利 麻煩其報人跟其他神經登記發言者 請離開到旁邊旁邊行 謝謝 謝謝 還有兩件事 還有兩件事 請問是要回來了嗎 我們要提議案的異議和異議的問題 因為我們上一次劉貴 其實是有局長說他不了解這個狀況 然後我們避免其實不管是都發局 或者是我們的公務局 其實都是在這個案子的主要的承辦的局促 那我們想要提出就是在討論跟投票的時候的 那個公務人員的異議和異議的這個議事規則的規範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請那個說我們先提示 好 那麻煩 不好意思 這個議事規則的規則 請郭小姐這個規則 尊重議事的規則 那個所有人先離場 好 那麻煩請先離場 先離場 那為什麼剛才漏根了 先離場 為什麼不必開發生聲明 沒有關係 待會我會告訴你 那如果我對於他所表達的事情 那你先離場 先離場 對 先離場 先離場 那我們有何一種的規則 我知道你先離場 先離場 好不好 謝謝 那我跟主席報告 有兩位剛才有來 原來是漏列的 那我剛剛忘了唱名 那有兩位 待會二三分鐘 好 第一位是林偉辰先生 主席各位列席長官 先生小姐你好 我是第一屬林偉辰 作為一個遵守政府法條 規定 以及這一次區段徵收條例的事務 我自始至終認為 個人是一個有價值的市民 也值得 被在座的各位 以任何的角色去檢視 以及尊重 遭到包含提案單位 也有提到保留文化本機 我想要請問的是 這過去三年來 確立要開發 這個老舊的社區 以及開發這一片荒涼的土地的時候 這些提案單位 他們在哪裡 而甚至試問 在過去的數十年來 這邊的建物 以及土地 是被遺忘的 那請問他們又在哪裡 而我也要再問 他們所有的文化 又是什麼樣的文化 文化不是應該一群人聚合在一起 有共同的精神才造作文化嗎 還是說 只是一片封舊的老塞 就造作文化 在過去的十年來 包含我在內 總共有一切五百位的地主 為了這個案子 凍結私人的資產 只為了 增加市民的利益 完成這一次的巨大爭奏 因此 請容我再次的強調 這是我們自己的私人資產 我們提供給政府 創造更多的福祉 更多的利益 但我想請問 如果作為一個守法的市民 有尊嚴的國民 各位如果要擅自我的資產的時候 請問一下 這些團體 他們的想法又是什麼 我想請問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文化保留 什麼樣的文化價值 我今天講的結論 今天在座的各位 一定都有私人的資產 可能是車 可能是房 如果說 您的私人資產 被他人冠上了 這是有文化價值的東西 並且要站為己有 請問這是合理的嗎 如果這是不合理的 那我希望在座的長官 委員 可以提估一下 是否今天提案的正當性 是合理的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去保護 守法的領眾 守法的市民 如果說 今天這樣子的團體 可以擅自使用我的私人資產 請問這不就是強暴我的私人資產 以我的個人權利嗎 以上是我的簡短的觀點 謝謝各位 最後一位 蕭文潔先生 請幫我放下我的定義機 我想各位委員 各位老師大家好 先講幾件事情 那我們回到文資法 那因為田副治療 你們在這邊 文資法在去段製作前 就是更新之前 是不是要先處理劣策 是不是 先請回答我問 你先暫停 是不是 那在於中美政裡面 有兩步是列策 那文化局 知不知道為什麼 都已經走到現在這個程序 才開始做所謂的 讓民眾去走提報 所以所有的損失 所有的都應該要文化局負責 那文化局在做之前都沒有做任何調查 包括之前所謂的做所謂的那個 剛才之前所謂的案子 北投的這個城市公司 旁邊是北投清代的一個學術辦人體 也要把它拆掉 那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就是 待會我都跟你講述說 我會針對說前面的所謂的 居民提出來了 要保留 我是希望說因為是列策的 所以必須要去做好這些案子 那我先講一下張文光老族 他事情快速的放過去 好 那意識掉是有錯 他 然後到時候三年那個 放下郭文全家都 五十多人建造 在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他其實 可以採取一塊一塊可以的 採檢下來 是非常採檢 並不是委員講的說不能採檢 也不是委員講的七十年 好 再來 好 所以這邊的壁塊是可以採檢 他再下來 好 僵屍是誰 立故公司的王正雄 是夫妻秀夫僵屍 他今天沒辦法到場 因為他在下 那他是跟隨野犬龍的 野犬龍是誰我想在座的老師 都應該知道 實驗家中的老師 他現在也是實驗家中老師 更重要的一件事 他的作品是在 加海執法廟裡面 焦死討的一個作者 再來 好 請放快一點 好 所以這裡面還有 告訴你一件事 他的口述是說 這裡面的 呃 其他才會用的黃金 我當然不知道 因為沒有仔細掉 好 我們就看一下 日本時代的紅華 再來 這個系統他到最後 會不見 陳玉峰所做的材質 再來 好 蔡草如所做 這些都是以前的 然後到近代 那 並不光是所做的 他只有在近代採用 下一張我想補充一下 這每個都可以採用 就是三十五萬平起來 謝謝 謝謝 都已經發言完畢 繼續回規訪問 好 現在開始 要說 針對治安 這就是目前有五棟 那就是說 書部在剛才報告的內容 有三棟 是可以確認這個 不具物質價值 這部分是不是提起 原先一樣的一個 討論 或公司 說這三棟有沒有其他的意義 如果沒有其他 就是三棟 我們先把它做 這個不學問之價值不學問 好不好 好 那如果說可以的話 我們就當作第一項 是不學問 第二項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兩棟 不管是在先刊 或者是說剛才報告的書面資料裡面 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是不是請大家針對這兩個案子 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好不好 請再寫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委員的同仁 我沒有參加會談 可是我個人從剛剛的報告裡面 我看到一個非常特別的現象 就是台北盆地是一個很特別的狀態 因為有一條大的淡水河系 那他郭家的這幾個角 就是角頭 他其實是分布在台北盆地 非常核心的金銅河淡水河 跟這個大岸溪的 新電溪的這個交會點 我看到有一個角在江子翠 江子翠應該是板橋的那個江子翠 那這樣的特別的狀態 我在這裡寫的是 他是在台北盆地開發過程中 所形成的一個核岸聚落群 那他的形成的這個生活方式 跟他原來以來的漳州榮溪的一帶 其實不一樣 所以也就是說他到了台北盆地以後 他開始因應台北盆地這個河岸聚落的發展 而形成一套比較新的而且有趣的生活方式 這種方式大概在台北盆地裡面算是罕見 算是滿見的 所以我個人是比較同意說 至少有一部分的可以作為公共的建築物來使用 把它做異地保存 因為他已經領走國家的補償費了 剛剛我們的普丁開發總隊說 所以他既然領走了 那個房子應該就是國家的 這個時候國家要怎麼做 那應該是根據文師的決議去做這個事情 是一棟或者是兩棟來做這個異地保存 那不影響地主的權益 那大概一去的這個環境 跟原有的周美人的生活環境差別不大 也就是說他離開並不遠 並沒有說把它移到很遠 我們知道臺北市的林安太鼓措是移到很遠的地方去 所以大概是稍微不一樣的狀態 所以我是主張是不是可以同意登入我們 大家覺得比較有文師價值的那幾棟 然後他登入了以後 事實上按照法令的規定 就變成為一個公共性的建築 然後想辦法把它做異地保存 這是我的看法 這倒是很特別的一個 就是沿著溪流居住所形成的文化 這個在台北 在漢人的這個南方漢人的邏輯裡面是沒有的 在台北墾林居然存在 我是第一次的遇到 我覺得很特別 這個地方還沒有在做這些縣桿水 我其實常常都會過 因為我經常在這個水岸邊騎腳踏車 我延續剛剛我們老朋友那種留言的說法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非常重要 其實是基隆河跟那個雙溪河會合的一個地方 前幾天好像地理雜載是Scarry頻道 還有一個專題叫Waterfront City 就水岸都市還特別講到台北 我覺得這個地方為台北市保留了一個 人跟河的互動下僅存的一個小小的聚落 還可以觀察得到 而且現在包括貴水也很容易看到 湖的這個地方的雙溪河口 已經營造了某種程度的水岸邊騎腳踏車 在內地吃着一點 然後就用這個水岸邊來 很容易將血污混進去